山大特色的島嶼 山胡椒島、火山島、大陸島 這個要分清楚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老師要為同學介紹兩級 兩級 同學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兩個 北極跟南極 考試喜歡考什麼? 比較題 所以等一下老師要為同學介紹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北極 我們稱為叫做北極海 南極 我們稱為叫做南極州 所以顧名思義 北極主要是海 南極主要是什麼? 陸地 好 這兩個記住 接下來老師會為同學介紹兩級的地位置跟特色 好 我們學兩級的時候 同學我們一樣的 我們現在看到地圖 這兩個泥調比較 從地圖上你不難發現到什麼特色 南極它是陸地 北極是海 那我們自然科有學過嗎? 海水的比例比較大 所以在北極跟南極的話 你要記得 南極的溫差很大 北極的溫差比較小 它的原因最主要的第一個就是離熱 因為海水的離熱大 所以它的溫差會比較小 所以北極的溫差比較小 南極的溫差比較大 所以南極幾乎是沒有人 記住只有少數的國家 我們派科學家在那邊做研究 做科學研究 那北極有埃斯基摩人 這些還有人 居住在這裡 那北極這裡的動物最主要是什麼? 北極熊 南極是南極企鵝 這兩個你要分清楚 那除此之外 因為南極是陸地 那陸地它會比較高 對不對? 比較高我們知道 同尾度比高度 所以高度的話 相對的 它的低溫也會比較低 這是高度的問題 還有離熱的問題 這是他們造成他們兩個最大的一個溫度差的特色 除此之外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北極它還有軟流通過 軟流通過 所以北極它本身的溫差比較小 三大特色 第一個 離熱 就是海水路低的離熱 第二個就是高度 第三個就是什麼? 北極有軟流 北極有軟流 北大溪軟流通過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好 這是我們南北極的一個特色 那南北極的特色 你要特別小心的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大圓航線 來 這個雖然機車還沒有考過 可是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大圓航線 來 這個大圓航線就是這個 老師現在秀給你看的這個圖 你要記住 從兩個地方 在地球上兩個地點 它的飛機的航線 最短的距離 就是從這兩個地點穿到地心之後 以地心這樣劃過來的這個紅線 老師現在塗成紅色了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最近的距離 所以來 我們看一下北極 你有沒有發現 北極周圍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我們北極 我們現在從我們台灣 我們要飛到紐約 我們飛到紐約 我們一定要經過這個北極圈 這樣的飛行距離會比較短 我們現在圖形上比較了兩個航線 你就知道 這有樹木值 你就可以知道 這叫大圓航線 大圓航線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都會經過北極 南極也是南極 但只是因為南極 南半球是水半球 所以它本身陸地就不多 那北極在北極的領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本身的戰略地位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交通的要到 好 除此之外 南極 南極現在有環保問題就是什麼 臭氧層的破洞 臭氧層破洞 還有永洞層 什麼叫永洞層 本來就是一直一直 從頭到尾一年365天都是結冰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溫室效應 這些永洞層開始有融化的現象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臭氧層的破派 以及地球暖化造成永洞層的冰塊溶寫 這兩個特別特別的小心 還有一個 如果同學有看過 之前有一部電影叫做明天過後 它的片頭就有一些科學家 他像那個找景一樣 找那個我們冰層 那這個冰層為什麼要找這個冰層 同學一定要注意 這個就有點像時光膠囊 什麼叫時光膠囊 你砸下去的冰層 它可以預測可能幾千萬年 甚至幾億年 從這個冰塊裡面的氣體成分 氣體成分 可以推測當時的地球環境 地球空氣裡面的成分 我們稱它叫做時空膠囊 就跟我們的考古一樣 只不過它在冰層裡面 我們可以從冰層裡面的一個元素成分 去推測當時的地球環 這可以在考古學裡 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學問 從冰層底下裡面的成分 去研究當時的地球環境 所以這個挖出來的這個冰層 我們都稱它叫做時光膠囊 就好像把當時的世界的環境濃縮在那個地方 然後由科學家找很深很深的井 然後取出來之後 然後做這樣的研究 好 這是南北極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同學要注意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 考試在考南北極的時候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什麼 永宙跟榮葉 永宙跟榮葉 這個地方你要注意的 當地球 注意喔 地球 本身 太陽直射北迴歸線的時候 直射北迴歸線的時候 來北迴歸線 這時候 地球 太陽照射到北半球 這時候的北極圈 它是屬於永宙的 就是 它半年 有半年都是白天 那它白天是什麼感覺呢? 它太陽是什麼? 太陽是在我們的 我們的地平線向上到 然後月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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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繞 這樣子的感覺 你知道喔 所以它有半年都是白天 那有半年都是黑夜 都是黑夜 這是北極圈跟南極圈 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那考試會非常喜歡考 在北極圈裡面 才會有永宙、永夜的特色 所以在這個北極圈周圍的幾個國家 像北歐啦 還有俄羅斯的西亞啦 這幾個地方 還有 格陵蘭 注意喔 格陵蘭這個是我們世界的最大的島 它是屬於丹麥的喔 它是屬於丹麥的喔 它是屬於丹麥的 是領土 這幾個國家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有時候會牽涉到 永宙、永夜的考法 基策就考過了芬蘭啊 這些北歐國家 因為它在北極圈裡面 北極圈裡面 就會有永宙、永夜的一個現象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大洋洲跟兩極 我們課程內容 老師為同學做的一個概述 接下來老師為同學來做四題的演練 從四題演練裡面去回復的去思考 到底這些這個單元裡面有什麼樣的地圖 什麼樣的地理環境 什麼樣的氣候特色 什麼樣的人文特色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把地理學好 好 老師接下來為同學做四題的演練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第一題 今日運輸工具的格西不具有下列哪一項特色 運輸工具喔 我們運輸工具當然就要節省時間嘛 所以來 不具有哪一項特色 運輸的品質提升 運輸效率提高 好 所以第一題答案選什麼 選B 像大型的巴士、高鐵 這個都運輸工具的就是要什麼 縮短時間嘛 提升品質嘛 提高效率嘛 那當然不可能提高成本 提高成本我們就不會用這種運輸了 格西 格西就是要讓我們的運輸成本降低 不會提高 所以錯誤的答案選B 第二題 附圖是全球三大經濟板塊 好 這很基本 看讀 它告訴你什麼 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 歐洲的什麼 法國、英國 這都是在北半球 亞洲 這全部都在什麼 北半球 所以第二題答案選A 不要忘了 北半球是什麼 北半球是陸半球 陸半球 好 第三 人類大量砍伐號稱地球之肺的熱帶雨林 橫燒樹木跟草地 一旦雨林面積大規模的縮小 由此判斷 來 肺 肺部就是交換氣體 所以這時候會怎麼樣 會產生 因為光合作用減少了 氧氣濃度會下降 二氧化碳濃度會增加 所以二氧化碳濃度會增加 氧氣濃度會減少 答案選B4個 這跟光合作用有關 好 第四 有關澳洲跟紐西蘭的比較 何者正確 好 澳洲的經濟支柱是畜牧業 紐西蘭均衡發展 注意喔 澳洲反而是有工礦業 為什麼澳洲我們講過它有殘餘 紐西蘭反而是主要才是畜牧業 紐西蘭的羊肉是世界第一名 注意喔 羊肉 牛肉是 牛肉第一名是澳洲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來 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沒錯 早期英國是什麼 英國是日不落國 所以這個答案 兩個都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好 澳洲的原住民為毛利人 不對 應該是紐西蘭 好 第四個 澳洲的地形起伏大 紐西蘭為古老地塊起伏比較小 注意注意 澳洲它是古老地塊 它最主要是高原 高原 高原 那紐西蘭它是什麼 各式各樣的地形都有 地形都有 所以它起伏比較小不對 所以它這個地方 正確的只有 他們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成績是英國的殖民地 第五 法蘭免值影響日圓價格 歐洲企業倒閉引發東亞金融風暴 蒙古草原死 好 你注意看喔 法國日圓 歐洲東亞 蒙古造影響台灣 這在講什麼 全球化 彼此影響 不是一個國家出問題 其他國家不受影響 所以你看法國會影響 法蘭會影響日圓 歐洲的企業會影響東亞 這個都是全球化 好 第六題 老師準備了一張 好 示意圖 來 我們看示意圖 來 這個方塊裡面是已開發國家 然後一個箭頭變成開發中國家 他說要填入哪一個 注意聽喔 已開發國家對 已經開發了像美國、日本 怎麼樣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 好 而且注意它是輸出 就以開發國家把什麼東西輸入開發中國家 好 資金、技術、農礦產品、工業產品 來 比較不適合的答案選C 為什麼 來 我們知道一級產業、二級產業、三級產業 對不對 一般來講開發中國家 開發中國家 它本身是農礦業 因為它本身是開發中 它必須要從一級產業裡面 慢慢提升到二級產業到三級產業 那已開發國家他們已經發展三級產業了 所以它本身的資金、技術、甚至工業產品做好的東西 可以輸到什麼 開發中國家 而開發中國家最主要是賣什麼 賣農礦、農礦這些東西給已開發國家 這個地方特別提議 用一級產業、二級產業去分就可以很清楚了 好 大洋洲的波里尼西亞、美納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 好 位於哪兩洲之間?這個要看地圖 來 我們看一下 大洋洲位於哪兩洲之間?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地圖觀念 來 我們看圖 大洋洲位在什麼?亞洲跟什麼?美洲之間 對不對?亞洲跟美洲看圖就知道了 大洋洲 亞洲跟美洲 因為它是在太平洋、大洋、大洋 最大的海洋就是太平洋 就是大洋洲 所以它是在美洲跟亞洲之間 所以是賣跟丁 所以第七題大家選比 好 第八題 今日臺灣誰處可見星巴克、咖啡、麥當勞、漢堡 電視播放歐美各地股市的情形 好 居家擺設可以 巴黎島你看 普羅、普羅斯話 這些東西就是什麼?又是考什麼?全球化 各式各樣的影詞、各式各樣的擺設 這些影集、電影 這都是全球化 鼻子